范冰冰已上缴近8亿罚款。她曾经说过的十大豪言果然都实现了。RT 科布莱克提娱乐新闻 。 据悉,已向相关部门上缴了近9亿罚款,不过她没有怎么变卖资产。 可见范冰冰在娱乐圈中这十几年的吸金能力确实让人难以想象,近9亿的高额罚款能在短短几天内凑齐,可见她的资产是非常丰厚的。 很多网友都知道,一个一线女星的赚钱能力相当于一家中型企业,现金流也是让很多企业望成墨迹的。 这些还都只是九牛一毛,冰山一脚,都知道娱乐圈的明星很能赚钱,只是没想到竟然这么能赚。 值得一提的是,娱乐圈中很多没有多少演技的营销女王,她们所赚的钱要比那些踏实做事的女星赚的要多得多。 曾经范冰冰也打造过女强人的形象,并说了很多引人注目的名言,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些被范冰冰实现了的豪言撞语。 一,我没有想过嫁入,因为我就是豪门。 二,如果说我是一个花瓶,那也是一个名贵的花瓶,并不是任何地方都能摆放的。 三,我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让自己掌握主动权。 四,我能经得起多大的诋毁,就能承受多大的赞美。 五,别人说好不好不重要,我喜欢就好。 六,像我这样个性的人谁敢包养我,我不去包养别人就不错了。 七,我从来都不是为了别人而活,习惯就好。 八,工作已经够累了,我不想做人还那么累,还要去演戏。 九,他们虚我,我也虚他们,因为我知道他们没有乐业,不用当真,就是好玩。 十,很多人都说娱乐圈非常复杂,但是我一直认为,能够站到娱乐圈中心的人都是这个圈里的中流砥柱,都是修位很高的人。 说娱乐圈复杂,混乱的人,其实都是很外卫的人。 谢谢各位看客观月,在下方留言评论分享您的经验,如果觉得好的话不要忘记给小编转发和点赞哦,谢谢大家。